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動森手遊版搶先公布了新居民的生日 也公布了他們平時的個性 大家有玩手遊版的話可以準備把他們邀到營地來啦 而透過這些細小的內容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推斷出八位星島民分別是對應哪個個性呢? 跟著我一起來看看八位星島民的資料吧 首先是松鼠碎星 他的鼻子是個愛心 碎星的尾巴宛如星空般美麗 雖然他平常話不多 但只要一聊到星座話題 他就會滔滔不絕的說個不停 從這個描述來看 他感覺比較有機會是普通系 或者是成熟系的島民 目前還看不太出來 但沒關係我們接下去繼續看 再來是老英喜恩 喜恩的生日是1月20號 喜恩總是被人稱讚說你好酷喔 而他呢 你看他 他是女字旁喔 他也為了不辜負大家的期待 在髮型跟化妝上面都毫不馬虎喔 就算是在庭園裡幫花賭交水的時候也一樣 這邊有幾個線索 一個是很酷 第二個就是女字旁的他 第三個就是他去庭園交花 所以他是喜歡花的喔 那大姐系的居民就是很酷又喜歡花的 所以我推斷喜恩會是新的大姐系居民喔 下一位是倉鼠胖都 好可愛的名字喔 他的生日是6月26號 據說胖都似乎在經營某種組織的樣子 雖然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被他那雙眼睛盯著看的話 總覺得會很有壓力 雖然就這麼說啦 你們看圖片的左下角他在哭耶 哈哈哈 他的臉好可愛喔 那非常明顯的 胖都是暴躁系島民的個性 說他是暴躁應該不太會有爭議吧 我個人覺得這隻倉鼠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再來是大家都很關注的兔子 蜜雪兒 生日是5月19號 沉迷於自拍的蜜雪兒好像正在尋找最佳角度的樣子喔 那他今天這麼講究所拍出來的照片 跟昨天一樣的表情 哈哈哈 雖然他叫蜜雪兒 可是看文字我們可以發現他應該就是個自戀系的島民了吧 可以確定這隻兔子是個可愛的男孩子了 他還穿跟福特一樣的棒球外套 愛了愛了愛了 再來也是很有話題的新島民家之 生日是10月31日 神秘的家之頭上長著紅色的角 雖然總是給人乖巧又神秘的感覺 但他其實想交一些能夠一起惡作劇充滿活力的朋友 從這個敘述來看應該就是元氣系倒霉了吧 原本我以為他會是成熟或者是普通的 這還真的是有點意外呢 接下來是老鼠李嘉生日是10月23日 而李嘉他的日文原文叫 李嘉是李柯的發音喔 李嘉非常喜歡研究 只要有他感興趣的事情 他就會待在自己的實驗室裡徹底研究 總有一天他一定能有了不起的發現吧 我原本覺得李嘉應該是悠閒系的 可是他這邊用的他是女字旁的他 所以李嘉是個女生喔 這樣他會是什麼個性的呢 另外我們把圖片放大後 好像隱約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正在微笑喔 下一個是猴子天聖 生日是8月18日 天聖今天也穿著他最愛的鞋子 在街上快步前進 他穿的鞋子好像是功夫鞋是不是 他是個不會逛到其他地方 比之邁向目的地的人 很明顯就是運動型的啦 天聖給人感覺也非常有活力 更新後希望能找他來島上玩 最後一個是章魚吉格爾 他的生日是4月1號剛好是愚人節那天 吉格爾有著金屬的身體 吉感覺能夠發射出光束的嘴巴 應該不會真的能夠射出光束吧 我原本覺得吉格爾應該是女生 可是呢我們現在女生已經有4個了 也就是李家 喜恩 穗欣 還有加之 這樣已經4個人了 所以該不會吉格爾是悠閒系的吧 大家覺得呢 這樣的話呢我覺得松鼠 穗欣呢他應該會是成熟系的吧 雖然呢我是從外觀上面來認定的 但外觀有時候會不準 倒是吉格爾跟李家的性別呢 讓我嚇了一跳 這樣的話李家就應該會是普通系的 普通系也喜歡讀書喜好研究嘛 所以李家的個性其實是蠻適合普通系的 而這樣的話呢 這隻機器章魚應該就是悠閒系的 看完以上介紹大家有什麼感覺呢 你們想的跟我預測的是不是差不多呢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喔 如果等不及更新呢這幾天似乎可以先打開手遊版 看看能否遇到新的島民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